大家好,我是Mr. Manso, 今天會為大家說HKDSE 2018 Mathematics Core, PIPA 2, Session B, Question 34 請你畫面的訊息,如有需要請你稍微細心閱讀 稍後會講Linear Programming, 最重要是要講Linear Inequality Graph 最簡單的Graph就是我們沿著X軸, 即Y等於0, 分了上半版後半版 上半版就叫Y等於0, 下半版就叫Y小於0 這個世界不會每次都是水平線, 可以斜線, 斜線都是Y等於MX加C 所以上半版就叫Y大於MX加C, 而下半版就是Y小於MX加C 實線包括等於 好,第34條, 只是給大家一組的System of Inequality 那就是牽涉到四條線 那四條線怎樣畫線夠快呢? 留意, X減21 小怪, 等於0, 1條圓垂線, 我們不要理它 我們先搞定另外的三條線, 因為那三條線都是斜線 那我們畫圖的時候, 最重要是找到三條線的三個焦點 有了三點之後, 那怎麼辦呢? 現在就問一下這條, 所謂的紫色線 到底是三條方程裡面哪一條呢? 那你就問一下自己, 負14, 21, 負14, 21 就是這一個, 而44.3, 9.3 就是這一個, 那你兩組的AC 計算過程裡面都牽涉到同一條線的一隻 只能夠說是X加5Y-91 做多一條, 這個B就是14-21 而這個C就是44.3和9.3 B, C的兩個答案, B, C 同一時間牽涉到那條線就是X-Y-35 大家都牽涉到, 所以這條線就肯定是X-Y-35 OK, 那這個方法希望大家 再細心看, 再細心看再細心再試一次 好了, 那條完射算最後才搞了, 就放下去而已 那現在呢, 我們有些的inequality chart 剛剛都教過大家, 怎樣分上半版下半版吧 但問題呢, 我們剛才用來用去分上下半版呢 我們主要的技量就是Y和MX加C作比較 所以你要先將Y全部轉回做主看 OK, 那這個呢, 就是上半版Y大過多顏色 OK, 那Y小過多顏色呢, 就是下半版 那這個呢, 就是上半版 那就決定了上下半版 那左右半版X小過21, 那你應該分得明白吧 好了, 搞定了上下半和左右呢 那你就畫一些箭墜 我發覺那個Bunded Area就是這個 那它又給了一個二元銜數我們 就是E和D點 OK, 那我現在呢, 其實就是1, 2, 3, 4, 4點而已 紅色的那點呢, 就不關事的, 因為Area不包些點的 那大家都知道, 它給了二元銜數我們 就是5X加6Y加2, 3, 4, 4 那這個Area裡面呢, 我們就塞了四個的Vertex下去 那試到呢, 最小的值呢, 就是178 OK, 那所以答案呢, 就是OptionC來的 多謝大家 白頭公女話多年啦 對上一年的第37條呢, 跟這個都很近似的 那用回我的方法, 你玩多一次, 你會發覺快很多的 15年那一條呢, 是玩得比較多呢 就是找一些膠點的 至於15年呢, 15年那條淺一點的 那個袋的點去試一些東西的 那你可以回去看看 有問題找我啦,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 helpful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啦 這字經文送給大家, 我只能夠教到你 小小的知識神卻教你生命有緣的 在樓下市大家會見到, 大家拜拜